花莲一名26岁苏静女要头,因贩毒被判情人不知悔改,在上诉期间又明目张胆继续从事贩毒,遭检方通气,逃亡一年多,今8日凌晨警方掌握行踪,不动声色尾随苏女车辆于一小时,趁苏女车辆进入某自助洗车场之际迅速逮人,并在苏女背包起出大量毒品。 苏女当场痛哭乍跪,向已逮她多次的张姓小队长请求放她一马,但警方训后仍将苏女移送法办。 新陈分局指出,苏姓女子面貌较好,虽年仅26岁,却是已臣服毒喊十年的女要头,104年9月间,她因贩卖二级毒品遭花莲地院重判7年4月。 未料在上诉期间,苏女不知悔改,仍名目张感在外从事贩毒。 花莲地检属于105年9月及11月对苏女发布通缉令,苏女为罪逃亡于赌仓期间结识有亲战前科的29岁灵性男子。 两人交往后,苏女仍购买大批毒品在对外贩售。 警方今天凌晨获报,苏女出现吉安江圣安村附近,对长张一行绿员前往查起。 到场发现苏女坐在男友车辆,为防水车冲撞情形发生。 警方不动声色尾随其后,于一小时带苏女车辆进入某自助洗车场后,警方立即将车堵在出口,迅速下车逮到两人,并在苏女背包内起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共20包,总重72公克,以及毒品吸食器。 苏女坦承军是她本人所有,而就在警方执行搜索中,苏女还认出已逮她多次的张姓小队长。 她喊出小队长名字并痛哭下跪,频频向小队长请求能对她网开一面,但警方不领情讯后人仪意图贩卖持有毒品案及病案通缉将苏女移送法办。